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日快乐 视频里的他笑容可居 坐在街边吃烤串 他的穿着十分接地气 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 身后的街道上 车辆来来往往 显得十分嘈杂 桌上的饭菜也都是家常菜 有花生米 烤面筋 烤鸡柳 毛豆等 几杯酒下渡后 逢宫举杯至此 今天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庆典 小芳37岁 生日快乐 坐在一旁的颜学金调侃说 过生日就吃烤串呀 这话倒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普通人过生日还想着去高级餐厅打卡 作为业内资深老艺术家 冯拱却如此不讲究 让人颇感意外 听完这话 冯拱回应道 要暖粗不一 要保家长饭 说吧 冯拱还一时兴趣 坐在小板灯上出口成章 想有幸福感 就得吃烤串 吃串烤羊腰 生活步步高 吃串烤板筋 永结一条心 吃串烤鸡翅 相爱再一试 网友被冯拱的才华所惊艳 在评论区不吝赞叹 有网友说 冯老师是一个 无架子 不做作的人 凭着平凡真实的作品 收获两千多万粉丝 接地去 受人尊敬 冯拱给家人过生日如此不张扬 给自己过生日也一样 去年过生日时 冯拱没有像其他明星那样 轰轰烈烈的大半 而是和几个徒弟到一家小饭店 在一个小小的私人桌上庆生 当冯拱听说服务员也是当天生日时 还邀请他和自己一起过生日 并把生日帽戴到他的头上 服务员开心地眼睛都眯了起来 在冯拱身上 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得意双心 在工作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大磨段子 那句我想死你们了 家与户晓 在生活中他始终谦虚低调 自己自在舒坦 也让别人如暮春风 人活到极致不是作用多少名利 而是摆脱身份感的束缚 越炫耀越自卑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看了一本书 吃了一顿大餐 或买了一件奢侈品 便急不可耐地炫耀起来 唯恐天下不知 其实啊 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 内心越是缺少什么 每次选拔背后都藏着自卑感 自媒体人卢露刚到法国第二年 喜欢上了一块瑞士手表 当时的男友知道他心仪已久 便把手表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卢露收到手表后喜不自胜 专程跑去闺蜜倩姐家炫耀 冬天穿着毛衣 为了展示自己的表 卢露特意把袖子往上拉了拉 说 你家好热 倩姐果然看到了她的新表 有点吃惊地问 你买了 卢露告诉倩姐 这是生日礼物 炫耀完 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事后啊 卢露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可笑 不过是为了掩饰当初的寒酸 她反省说 如果内敛是一种修养的话 炫耀就是一种补上道的肤浅 当我们越没底气时 越喜欢用外在物品 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成功 有时甚至会通过看低别人 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 殊不知这些标签和束缚 反而暴露了我们内心的匮乏 正如自卑于超越一书所言 自卑感会给人带来心理压力 没有人能长期活在自卑感中 人们会进行突围 去获得一种优越感 以达到心理的平衡 而那些内心真正富足的人 因为没有自卑感 也就很少炫耀拥有的一切 生而为人 唯有放下虚妄的炫耀欲 才能心无旁骛地活在当下 见过世面的人往往都很谦卑 在综艺十三腰中 被钱里群教授的谦卑打动 他是北大资深教授 却丝毫没有身份感 节目录制过程中 他脚上穿的黑布鞋破了 身边人看不下去 给他买了双鞋 他却毫不在意地说 我有鞋 何必你要买呢 有记者采访钱里群 他提前托学生 发给记者一篇将近五千字的文档 对涉及到的问题拟出大纲 他担心自己说话啰嗦 先把基本观点裸列清楚 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以钱里群的学界地位 他完全可以指点江山 却始终低调如斯 他说自从成为著名教授后 学生不能像以前一样 深更半夜去家里找他 这种隔阂让他深感不安 早年去贵州任教时 钱里群干脆搬到学生宿舍 和学生同吃同睡同劳动 学生们高兴得不得了 表示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老师 钱里群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 他寻名门之后 家族有大知识分子 大银行家 还有高官 小学五年级时 钱里群就参加过 上海业余儿童剧团 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 饰演了一名富家少爷 金钱 地位 学历 容貌 身材 权力 这些代表身份感的东西 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 他一心扑在学术上 把朴实刻在骨子里 正如苏东坡所言 武尚可陪玉皇大帝 夏可陪碧田苑启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 越是像钱里群这样 见多时光的人 越能接纳世界的参差性 对周遭的人和事充满敬畏 他们从不因为有钱 而沾沾自喜 也不会因为有权 而洋洋得意 他们明白这些东西 不过是一时幻影 不会带来长久幸福 反之 越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越习惯于喂养自己的欲望 最终被欲望吞噬 尼凯腾说 当我们失去了工作 才能 能力 地位 这些可以用以掩饰的工具时 世人才可以完全看到 我们真正的人格 的确 我们所持有的身份感 不管是家事还是头衔 都不能代表真正的自我 过度迷恋身份感 是一种无知 真正关心你的人 不会盯着你的身份和你交往 而不关心你的人 又何必花见心思 讨好他们呢 生活本身已经很累了 把自我和人生价值 放在这些浅薄的身份上 实在是本末倒置 真正厉害的人 从不用身份感 去武装自己 也不靠身份感 展现权威 更不会随意嘲讽别人 慢慢人生路 学会降低身份感 轻装上阵 才能活得 肆意 潇洒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儿了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